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越达连峡谷的第四大移民群体 使用这条路线的中国移民会飞往厄瓜多尔 然后一路向北抵达美墨边境 据美联社报道 每月穿越达连峡谷的中国移民人数一直在逐渐上升 从1月份的913人上升到了9月份的2588人 今年前9个月 巴拿马移民局登记了15567名穿越达连峡谷的中国公民 相比之下 2022年有2005名中国人徒步穿越该丛林 而2010年至2021年总共只有376人 在美墨边境从1月到9月 边境巡逻队共逮捕了22187名 从墨西哥非法越境的中国人 几乎是2022年同期的13倍 逮捕人数在9月份达到最高峰4010人 比8月份增加了70% 其中绝大多数是单身成年人 联合国预计 今年中国将有31万人移民海外 而2012年只有12万人 据报道 中国移民之所以选择穿越达连峡谷 是因为他们无需签证就可以飞抵厄瓜多尔 加拿大10月30日禁止在政府发放的移动设备上 使用中国信息应用软件微信海外版 WeChat和俄罗斯杀毒软件卡巴斯基 原因是隐私与安全风险 这是继今年2月在政府设备禁止使用TikTok后 另一项禁用中国社交媒体的举措 在宣布这项禁令之前 负责监管公共行政事务的加拿大国库委员会 在一项声明中说 加拿大首席信息官进行的评估认为 WeChat和卡巴斯基对隐私和安全 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水平 WeChat由中国公司腾讯拥有 它在全球拥有超过10亿用户 卡巴斯基的总部则在莫斯科 国库委员会说 没有证据表明政府资讯受损 但是这些应用软件构成了明显风险 该声明说 在移动设备上 微信和卡巴斯基读取移动设备中的大量数据 这两款应用软件30日起 将从政府发放的行动设备中移除 今后并禁止下载 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30日 拒绝外界有关人道停火的呼吁之后 以色列部队31日攻入加沙纵横交错的地下隧道系统 打击哈马斯武装分子 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经营十多年之久的地下攻势 是以色列军方此次对加沙发动大规模地面攻势的一个重要目标 路透社报道说 以色列最南端红海港口城市埃拉特星期二 曾响起空袭警报 而以色列军方表示 一架飞林该城市上空的空中目标遭到击落 加沙卫生部门表示 自以色列10月7日对加沙发动暴富性空袭以来 已有8306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包括3457名未成年人 联合国官员则指出加沙230万居民中 现在已经有超过140万平民在战乱中无家可归 平民死亡人数的飙升迫使美国及其他国家和联合国呼吁暂时停战 以便让人到救援物资送到加沙平民手中 中国海关总署10月31日宣布 自2023年11月1日零时起 出入境人员免于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健康声明卡 但公告表示有发烧 咳嗽 呼吸困难 呕吐 腹泻 皮疹 不明原因皮下出血等传染病症状 或以诊断患有传染性疾病的出入境人员 需主动向中国海关进行健康申报 并配合中国海关做好体温检测 流行病学调查 医学检查 采样检验等卫生检疫工作 谈判检疫药 改参了 courses